盘点,将夜中书院十三位先生的境界主要成就以及最终结局。 大先生李漫漫,人如其名,形式云淡风轻,深思熟虑。 他名为漫漫,实则拥有天下最快的修行速度,是年轻一辈中的境界第一人。 他三月入洞玄,当天傍晚观目云而入之命,三天后破五镜到达无惧。 连夫子都称赞他,朝闻道而夕入道,无之不及也。 李漫漫是夫子侵传弟子中真正的第一人,不单指他排行第一,境界第一,而是琴棋书画阵法谋略,每一项都是第一,后山师弟师妹平日大多都是他带的。 李漫漫并不擅长打架和辅导,但他在忽兰海畔阻止了夏侯杀宁缺,抢天书,令夏侯归老,一招便击败了只手贯天下行走,夜清, 偏着粉身碎骨的危险,硬撞佛宗法阵,救出宁缺和桑桑,而后无惧到柳白身前,迫使其收剑,白塔四一战。 李漫漫更是单挑玄空寺讲经首作,在学到了打架精髓后,他一水瓢便重伤了玄空寺天下行走,七年,庆夏之战。 一根琴弦拜神殿联军骑兵,随后与被迫无敌的冠主陈某无惧之战,拖延其七天。 即使冠主已步入长安,依旧联手三先生于莲博命阻击,为小师弟命缺争取时间。 天女将士后,他联合藏剑余身的草小树,成功将屠夫和九徒击杀。 援助结局,他为阻止冠主换天,灭杀桑桑,与冠主大战,以致修为禁费。 灭主被杀后,他与三师姐于莲共乘老黄牛游变世间,成为第一个证明新生世界是囚刑的人。 二先生,君墨,境界为知名巅峰。 其名字源于君子步行陌路,人如其名,常以君子自居,以书院为傲,是一个选定了就会一直坚持走下去的人。 他头戴高官,手持一把直方大的铁剑,为人也是高傲正直。 君墨天赋占心,开悟仅十五天,便入了不惑,也是世间难得的修行奇才。 君墨自小看着小师叔柯浩然的经历,长大成人,把柯浩然立位了自己的偶像,所以修习的也是浩然剑。 只是,他并未修习浩然气,所以未入魔。 瓦山烂科寺一战,他与大师兄携手冲破佛宗法阵,迫使七年动用十六年的闭口禅,斩悬空四界律苑手作宝术,青霞之战。 君墨率领师弟师妹,抵御数十万神殿联军,打死打残无数修行者,破叶红于樊龙阵,肺叶清修为,牺牲一条手臂重伤柳白,迫使其离开青霞。 君墨身残不退,坚守青霞,为唐国争取了宝贵的七日时间。 圆主结局,君墨与七师姐木佑结为了夫妻,两人去了很远的地方,谁也不知道他的铁剑正在哪里,说着他的道理。 三先生,于莲,曾是魔宗最后一位,也是最年轻,最天才的宗主,名为灵物。 他修炼的是魔宗历史上从未有人成功过的二十三年产。 魔宗被灭后,他逃至热海盼,被夫子收位了第三位亲传弟子。 兽夫子指点,描写了二十三年的簪花小凯,以魔力心性提高修为,终将二十三年禅修至大成,月武镜进阶了天魔镜,但他平日只在世人面前展露出动玄修为。 曾指点过宁缺,向他承诺,若放弃灯二层楼,可以败在一位不若于柳白的强者门下,这位强者便是自己。 宁缺与夏侯决战时,他受命困住了玄空寺天下行走、欺骗,使其不致影响宁缺。 第一次举世伐唐时,他留守书院后山,显示出天魔镜的实力,废掉了西陵神殿的长教雄出没。 在灌主攻入都城后,与大师兄联手搏命阻击灌主,为宁缺争取了宝贵时间。 援助结局,他携手大师兄,共有心生事件。